设定个网络怎么这么麻烦啊 嗨 大家好 我的Janです 今天呢 我开始了第一天的一个人住的生活 我在日本啊 一直都是住学厚室或者是住学生宿舍 那现在呢 因为要成为社会人了 我要开始工作了 我终于开始有自己的家了 就带大家来看看我的房间到底长怎样 走 哇 这个是我的家门口 然后它这里有贴一个投函不要 就是说我不要投广告 那我之后应该会把它撕掉 因为我也蛮喜欢看广告的 那先进去吧 呦 这个是我家一进来的样子 有没有很窄 就是日本的房子很多都是直的这样进去 那第一开始进来呢 会有个玄关 日本的房子几乎都有玄关这样 然后因为我住的是Leo Paです啊 这里还有写那个 就是谢谢你入居这样子 然后呢 我觉得很棒的是 我的门旁边就有个全身镜 这样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拍穿搭啊 然后或者是看自己全身镜穿的怎样 虽然我今天穿得很肿 全身镜的对面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白色鞋柜 可是其实好像没办法放很多东西 就是只能放这样 其实很多啦 离开玄关之后呢 右手边就是洗衣机 我现在就是店啊都还没有插 因为不想要浪费 就是还蛮大台的 其实有洗衣机不错 因为我就不用自己再买 那洗衣机旁边就是厨房 我有特别挑厨房这种炉子的 因为比较安全一点 其实我之前差点把我之前住的雪儿豪斯房 弄的房子烧掉 所以我就很谨慎选择 这一块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旁边啊 这边就是水龙头什么洗的 这边就可以切菜 下面还有个很大很大的柜子 可以拿来放东西 这边还可以插菜刀 这柜子超大的 因为我整个可以躲进去 就是躲在下面厨房这边 我整个塞得进去啊 你看 这整个塞得进去都没有问题 到底在干嘛 然后厨房的对面呢 这一间是浴室 我有特别选择干湿分离的 因为我没办法忍受干湿在一起 开灯 我超喜欢这个 它是一整个洗手台 超漂亮 这里就可以放一些打扫用的东西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放什么早上用的保养品 晚上用的保养品 还有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觉得超赞 还可以开灯哦 看 把你脸上的粉刺那些都照得清清楚楚 然后旁边这边是浴室 它这边还有那个换气扇啊什么什么的 蛮蛮有趣 把灯打开 我的浴室也超漂亮的 我有选这种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镜子的 然后还有这种黏膨头 因为我很不喜欢日本的一些是把洗手台跟黏膨都把它弄在一起 这样子水很不好用 然后我的浴缸 我梦寐以求的浴缸 因为我超爱泡澡 在台湾的时候爸爸还买了一个行动的浴缸给我泡澡 可是来日本的时候就是一直是住只有淋浴的 就很难过 终于有浴缸了 然后浴缸旁边都有一个这个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人可以为我解答吗 你们看它其实浴室超小的 就是这样子 我的手没有办法两边伸直 然后浴室的旁边是厕所 厕所也很漂亮哦 厕所是这种免制马桶把它开灯 厕所是免制马桶 可是我现在那个插童的器全部都没有插上 就是省电 接着是这个小角落 这个小角落也是我很爱的 它有一个微波炉 而且微波炉超酷的 它还有分成就是热饭跟便当 牛奶跟解冻什么的 我觉得超有趣 还有很大的冰箱 其实这个冰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很多 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样子要逼迫我之后一定要做菜 有冷冻库也有冷藏 旁边有个小空间可以收纳 我就拿来放我的行李箱 接下来是我的主房间 给大家看 哇 我的主房间 这个就是我的主房间 我还没有任何家具啦 它其实真的是超小的 就是仔细进去看之后会发现 可能一个床也放不下 然后那边是我先拿来放行李 这边有一个衣柜可以放 其实衣柜还算是蛮大的 到时候这边就可以全部拿来挂我的大衣 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是这个 它可以控制 超方便 它这里有全灯 然后调光的亮度 还有调色 就是很棒 像我现在是整个灯关掉 那我现在按一个消灯 然后灯就会关掉了 然后再按全灯 灯又会全亮 而且亮度还可以调 我现在把它调暗 就慢慢变暗了一点 再调亮 还可以调色喔 虽然说我可能用不到那么多啦 但是就觉得很酷 还蛮好玩的 窗帘打开之后 还有一个阳台 可以让我晒东西 打开等下看看 其实没事 这就是我的阳台 阳台其实很大耶 我觉得很酷 而且其实建议女生最好不要住一楼 因为日本的一楼蛮危险的 我听过很多人不好的事 我第一次拥有日本的电视 而且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可以转成另外一个设定的 然后就可以看一些YouTube啊什么什么的 很方便 很像电脑耶 我觉得日本的遥控器也很酷 像它这边有一个 对焦 对焦 这边有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的按钮 是有些节目啊 可能会办说 那个 投票啊 还是猜猜乐 他们就会说蓝色的选项是 什么意思 那你相信哪一个 还是你想投哪一个 就按 然后就会发表结果 我觉得超有趣的 而且 他们这边你还可以录影像 这个 你可以把你想看的节目录起来 然后可以快转啊 就是 可以快转 然后跟倒退 觉得超酷的很有趣 现在虽然只是我空荡荡又小小的家介绍 但是呢 等到我去买家具之后 我 可能会再拍一次我放完家具的家 但是 嗯 因为我的房子太小了 我也 觉得可能放不进去什么家具 但是还是很期待 就这样啦 拜拜